华丽县政府26日举行庆占中原祈福大法会 由县长徐真卫率同副县长等人 依循古礼、备妥鲜花、素果等丰盛祭品 来供奉四方诸神并祭拜好兄弟 而徐县长以三桂十二叩首最敬礼 虔诚向上苍祈福 祈求风调雨顺、百业兴盛 并逼庇佑这个全县相亲都能够安康健康平安 为了求李树周延签了去尊位 副县长严新章、徐县长张一华 率各局处首长及同学们在县府前广场 在下午两点准时开谈 上乡祝导并透过三桂十二叩首里 曾经替相亲祈福县长一片庄严树木 被国企树获盛欢迎回上 无量骨筋胜展上乡 祭上乡 外聚首 三聚首 吃飢 台 祭安 五聚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努力推动宪政,并且祝福同仁们和家安康,工作顺利。 与众二帅全体同仁们在法会上下祝祷,应循鼓礼前神敬拜, 并以三贵蛇扣手礼最敬礼,向皇天后徒,天公地母, 四方众神前神祈福,祈求诸佛持续忽悠花灵,献祈平安, 雾富民风,百叶行望,五福凤灯,场面中演序幕。